那个地方你还动心机 那怎么可以呢 今天 我们想到灾难很多 佛在 经论里面教给我们 如果 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场 真的道场 不是假的 真道场什么 叫六合进 那你看我们 在受持三规的时候 规一身 重重尊 要去念这个诗词 这句话什么意思 生是生团 是一个团体 什么样的团体叫生团呢 生团不一定是出家人 这个这一点大家 学佛一定搞清楚 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生活 都修六合进 就叫生团 它叫活活动 重实 四个人以上 我们中国三个人称重 佛法里这四个 四个人 这一种 这四个人 如果你是家庭 你家庭有四个人 家庭里面修六合进 你这个家庭就是生团 这个生团产生什么效果呢 社方祝福护念 一切龙天 一切龙天善神 拥护 你有这个团体 建在这个 这个地方没有灾难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生不是指出家人 这个诸位要知道 出家在家都一样 四个同修 在一起修行 那什么叫六合进 我们这外面也挂着 社楼挂着 那边进去 你们就看到了 见和同结 见和同修 生和同住 口和无增 义和同月 利和同君 这六条 那这六条 要怎么样具体才落实 跟诸位说 落实三个根就落实了 如果我们这个小团体里头 毕子龟落实了 感应篇落实了 十三叶落实了 这就是活活生团 这个小团体 人数是四个人以上 都是没有数量限制的 在第一个道场修行 这个道场 就是 摄方祝福 护年 一切 龙天善神保佑 这样道场有没有了 我学佛 五十九年了 没看见一个 不但没看见 听也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 两个出家人 住在一起 天天都吵架 灵爱 现在灾难这么多 出现一个子生团 香港有这么一个生团出现 香港这个地区灾难就没有了 你们肯不肯发现 我们来提议 真正发心的 来报名 来签字 先要好好想想的真干 不真干 别开玩笑 开玩笑 最过很重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 从自己做起 从本身做起 从我们这个小道场做起 对别人的道场尊重 决定不屁屁 决定不干涉 决定不说别人是非 一切从自己做起 从我们小道场做起 看看我们小道场人 有没有签名的 有没有发心真干的 灾难这么多 怎么要救台湾 救这个香港地区 香港没有灾难的 我就相信中国沿海就没有灾难 像外面 从日本 韩国到台湾 菲律宾下面到越南 这个地区都不会有在那 你说这功德多少 全在自己 肯不肯发心呢 肯不肯真干呢 下连句 老句是一声 常常讲这两个字 真干 真正把三个根落实了 我们归一无量寿经 归是回头 一是依靠 依靠无量寿经上讲的道理 依照无量寿经讲的方法 认真修行 没有一个 不生净土 生净土就是一身成佛 那换句话说 你这一身就成佛了 你功德就圆满了 可是你要记住 真正想圆满 那三个根很重要啊 三个根好像没有 听说也往生了 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这个情形 有 但是 他那三个根不明显 有没有 他肯定有 他要没有 他怎么能往生 哪有这个道理 是个老太婆 你也会往生 一生也没学过佛 我也没学过道 也没学过佛 他什么都不懂 你拿地质规 这个标准 你去看看他 他又犯哪一条 你一认真一检查 他哪一条都没犯 他没学过 十三叶也没学过 这人真的是个善人 他具足了 所以你细心去观察 你才能发现 那往生的人 念佛往生 不管他有学没学 认字不认识字 他都是很有德行的人 都真正是个善人 他才能往生 心情不善 心机很多 这种人很难往生 为什么你不能到极乐世界 住上善人知会 那个地方你还动心机 那怎么可以呢 你得起心动念 佛菩萨知道 住上善人 我们个个都知道 真的吗 真的 还原惯上 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心里头才动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周边发现 他就速度太快 他诚心 这我们自己不知道 无论什么念头 只要念头一起 三种周边 第一个是这个信息 周边发现 第二个出生无尽 第三个 寒荣空游 一念之间 就三种周边 这个周边的范围 你又无法想象 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 形容得非常好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这两句话 很多人听得耳熟 都能讲 实际上 它的意义 很难说得清楚 其大外 没边际 其小无内 难懂 华言经上讲得好 怎么叫无内 一列微尘 里头有世界 什么样的世界 跟外面世界一样大 那微尘里面 有这个世界 世界并没有缩小 微尘没有放大 一样的 没有大小 微尘里面 那个世界里头 还有微尘 那个微尘里头 还有世界 重重无尽 就要其小无内 你去追求 找到弟弟吗 找不到 不思议的境界 佛不到望远 为什么 你见信 你就见到了 你就明白了 你没有见信 你怎么想 也想不出来 不是思维 能够达到的 所以叫 不可思议 不能够思 去想它 你也没有办法 去议论它 诚信 哪样都不诚信 样样都诚信 只是我们 迷而不绝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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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